穿白色襯衫 戴黑色口罩的 就是藝人佑盛 被指控騷擾女助理 涉犯强制猥褻罪 这回第二度来到北院开庭 与律师一同上楼 只是对比两个多月前 佑盛首度开庭的模样 虽然都是穿白色宽松的上衣 但这回似乎销售不少 面容也更加憔悴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审礼 当他再次走出来 脚步飞快 一下楼梯立刻快闪离开 没有任何回应 表情甚至还比开庭之前更加凝重 原来在审礼当中 佑盛认罪 但开完庭却被罚警 带到押缘犯通道 在后审市等待交保 北院法官表示 佑盛坦诚犯刑 但从起诉书各项证据 认为他涉嫌重大 又有市政指出他涉嫌勾串证人 法官当庭才是八万元交保 命令他不能再间接或直接与被害女子接触 如果违反将会依法羁押 另外 辩护律师有没有违反律师伦理的问题 也请检察官释法处理 2016年送女助理回家 却卷入MeToo风波 当初愿意和解不认罪 这回认了罪 却被认为涉嫌串政 又甚透过经纪人回应 尊重法官判决 一切依法处理 尽待公开资讯 谢谢大家关心 全案也将于5月底宣判 TVBS台北全部都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